陆山河被当作投机倒把抓入审讯室 张国栋和周局长知道后 火急火燎地来到派出所 周局长赶紧问道 你们的陈队长呢 陈队长在审批犯人 一听陈队长在审讯犯人 张国栋身上的戾气都被抽走了 张国栋非常地担心 陆山河在里面已经吃了亏 哎呀 这下可糟了 陈队长这么多年了 做事情还是这么莽撞 说完两人进了审讯室 却发现审讯室没有陆山河 便去办公室找 到了办公室看到眼前的一幕 周局长和张国栋整个人都懵了 没有想到陆山河居然坐在了 陈队长的办公桌对面 正在悠哉悠哉地和陈队长谈话 这都下班了 什么风把你们二位给吹了进来 陈队长 这个陆山河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兄弟 他在菜市场销售黄扇的事情 我是知道的 这个打击投机倒把 应该是咱们商业局的事情 我们商业局没有委托你们派出所出面 你们不应该擅自行动吗 这陆山河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 怎么让张国栋也和他成兄道弟 连商业局的周局长都出马了 陆山河和咱们商业局之间 还有一些事情要谈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想向陆山河请教 陈队长 国家前几年已经下了政策 允许城镇和农村的失业民众 摆摊设点 做一些小生意 这一些政策中央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咱们将呈现比较闭色 所以很多政策都执行不到位 陆山河也不过是在田里面捞一些黄山 按照市场价格在市场里面销售 这算得上符合中央政策的小贪小贩 算不上投机倒把 要真的说投机倒把 陆山河他还不够格呢 陆山河的内心还是有一些感动 他觉得至少自己和张国栋交这个朋友 没有白交 误会 误会 这些都是误会 你们说的这些事情 我都清楚 我已经让小王给我找了 中央和国家的相关政策 山河兄弟在菜市场销售黄扇 这的确是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不是投机倒把 这陆山河可以啊 居然凭借一己之力就把脾气暴躁 从来不吃亏的 陈伟说的服服帖帖 这陆山河到底有什么魔力 陈伟可是在外面 有个绰号叫做陈炎王 陆山河的事是误会 我已经给分局打了申请 山河兄弟摊点的损失 由我们辖区派出所赔偿 不过就是几根黄扇没什么事 陈队长这也是一心为民吧 我家的酱料做黄瓜烧扇鱼 味道特别棒 改名我给陈队长送一些酱料和扇鱼过来 这我怎么好意思呢 都是自家的同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要是没什么事 我这边就先回去了 山河 你刚刚给我提供的线索 非常的重要 我也没有什么好给你的 这一盒西湖龙井茶 是今年的春茶 我一直舍不得拆开来喝 现在送给你 看着陆山河要走 陈伟又赶紧说道 这天都这么晚 咱们几兄弟一起吃个饭 我一会儿要两名同志开车送你回去 不了 我的先回去 以免我家里担心 山河 等这件事情处理完 我和国栋请你到县城来吃饭 陆山河应下后 还是拗不过陈伟 便坐上了派出所的吉普回家 今天和会请了梅人和姑娘一家 姑娘叫刘小米 19岁 但是刘小米的父母 一听说是陆陵山这一家 就赶紧拒绝 我姑娘嫁过去了 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婚还结什么 但听说陆山河家申请了宅基地 要重新修建房子 又听说陆山河发明了首饰插秧机 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表扬 才勉勉强强地同意了这一门婚事 门外张芬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又是炒肉 又是做饭 婚事成不成 还说不定呢 可别到时候 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哭哭啼啼地找别人借钱 这刘家的条件也非常的一般 上面还有四个哥哥等着娶媳妇 就算两个人结婚了 陆山河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这时陆美琴回到家哭着说 妈 山河他 山河他 你慢慢地说 陆山河到底怎么了 可别是陆山河掉进沟里捞不上来了吧 陆山河被派出所的同志给抓了 说的是要判刑 一听这话和会差一点晕倒 山河他是犯了什么事情 怎么可能被派出所的给带走 派出所的同志说 陆山河犯了投机倒把罪 可能是要被判刑的 这个臭小子 这个兔仔 好的不学学投机倒把 我就让他在家里面 老老实实地种田吧 他非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哟 这人都进了监狱了 还怎么娶媳妇呀 你中物色的是什么人呀 我家姑娘再怎么不值钱 也不可能嫁给蹲大牢的呀